第五十六集 初探红月城 线索 发现他们之时已经是这般模样了 我们几个人推测下来 应该是伏击我们的那名伞仙下的手 带着羊手面具的焦灸 目光从地上的尸体上收了回来 得知你们这里的情况之后 我和焦八他们随后也赶到了各自的目的地 不出所料 此前浅如之人无一例外全部都失踪了 焦三沉生说道 这一路上 除了有些城中空无一人 据说是前往盛城朝圣之外 似乎也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异常之处 至于朝圣一事 我们的调查结果和焦灸他们是差不多的 应该是属于空书红收集信念之力的一种方式 红面焦八略以沉吟之后说道 你们可曾注意 这些朝圣之人 据说会有一些所谓的虔诚信重被选中 在朝圣之后将不再返回自己原本的所在城池 韩丽突然说道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说是前往更为富饶的城池 可能是公书红增强信重信服力的一种手段吧 话说回来 我和焦三大人并没有遭遇对方的伏击 看来此人对我们无偿盟是早有所提防了 之前盟中得到的那些信息的准确程度 那也就值得推敲一二了 焦八有些不以为意 话锋一转 不错 对方可能已经掌握了我们这些人的一些行踪 故意以假消息设局引我们前去 只是有些错误的估计了我等的实力罢了 其他的人顾且不论 但这公书红绝不会在之前所说的这六七处地方了 反倒是有几分可能在所谓的盛城红月城中 不如咱们就去那里看看 或许会有什么收获 焦九苦笑一声 随后啊 如此提议道 说到此事 这红月岛大小二十八个州 似乎每一个州都有一座城被称之为红月城啊 焦八文言摇了摇头 此话当真 焦九微微一正 之前得到的地图中 虽有一处地方被称之为红月城 但是我们在路过某座城时 却无意间发现 他们口中所谓的红月城 却是处于另外的一个方位 起初我们并未太过在意 但之后却是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 我等虽只是路过了几个州 但刻意留意之后 发现每个州都有一座红月城 焦八说着 绣袍玉阳 五枚玉检分别飞向了 韩力 焦三等五人的身前 韩力等人接入玉检之后 纷纷放出神石探入其中 玉检中的地图 比之前得到的 要多出了不少的标识 除了之前的那座红月城之外 在其余的几个州之内 赫然也标出了一座红月城 这每一个州郡 服务员都是十分辽阔 若是高界修士 刻意的隐瞒之下 凡人乃至低阶修士 根本就不可能发现这一点了 岛上途经的城中 都只售卖某一区域的地图 从未有什么全岛地图出售 这一点现在看来 应该是公输红有意为之 而此人手下的那些修士 应该都被下了某种特殊的禁止 故而无法透露此事 否则便会神魂爆裂而亡 甚至于 之前我们得到的那份地图 也是对方故意泄露给我们的 焦久点点头 缓缓说道 此言一出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下来 毕竟就目前得到的线索来看 此行的目标公输红 这行踪竟然成了一个谜 的确有些棘手了 韩丽却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事 将刚刚放下的预见又贴在了额头 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现在既然没有别的线索 那就从那些红月城开始调查吧 你们所有人一起行动 将那些红月城一一探查一遍 焦三忽然开口说道 焦三大人 您不跟我们一起吗 焦久一正 我自己一个人行动 你们查到了什么 再传讯给我便是 焦三看了众人一眼之后 然后身上红光一闪 整个人竟丝毫气息不下掩饰的 冲天而起 朝着某处飞去 看来焦三大人是打算明着去找那公输红了 我们就按他的吩咐办吧 这里是兰州 这里的红月城距离这里不算太远 红面焦巴 他轻壳一声如此说道 其他的人当即纷纷幻化容貌 离开了这处庭院 混在人群中朝着城脉而去 诸位稍等在下片刻 我有些琐事 耽搁大家一点时间 途经一条街道的时候 韩利忽的开口说道 说完此话 他也不等众人回应 快步就走进了路边一家 贩卖各种书籍的商铺 其他的人微微一正 不过互望一眼之后 也没多说什么 没过多久 韩利就走了出来 手中多了几部书籍 看起来是一些 关于此岛的地理环境 各位久等了 韩利朝着几人点了点头 当着几人的面 将书籍给收了起来 一行人很快就出了龙狐虫 来到了一处僻静之地 随后各自施展手段 冲天而起 焦酒则再次祭出了 之前的那艘兰京非洲 宰上的元气 还没有完全恢复的 焦石六和韩利而人 此举让焦八等人为之侧目 韩利站在灵州上 朝着下方的龙狐城附近的大河 忘了一眼 然后盘膝坐下 取出了一本本的典籍 仔细的翻起来 焦石六有些奇怪 韩利的举动 但是呢 也没理会 自顾自的运功恢复 韩利很快啊 就将这些典籍给翻看完毕 略以沉吟之后 再次取出了焦八先前所给的那块玉碱 神石探入其中 此刻的天色 渐渐的暗淡了下来 天空浮现出了点点的繁星 一行七人飞驰而行 大半日之后 在一座大城前停下了顿光 此城正是兰州红月城 面积极大 远在龙湖城之上 一条数百丈宽的大河 从城内蜿蜒流过 整座城池 被一层巨大的蓝色浸致笼罩 上面不时呢 泛起阵阵的水波般的荧光 颇为神秘 透过蓝光 只能模糊的看到里边的城池轮廓 不过在城池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入口处 蓝光禁止却是留了四个缺口 一共人流进出 四个城门口啊 都有一些身穿雪月蓝袍的修饰 看守着检查进出的行人 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便是大名鼎鼎的千光焕波进 此尽致防护能力一般 但是对神识极为敏感 焦巴看着蓝色尽致 喃喃自语了一声 紫辰防守如此严密 莫非这里就是红月岛的老巢 跟在焦巴身后的焦二十一眼中一喜 说道 听闻此话 其他的人眼睛也都是一亮 不管是不是 先进去看看再说 诸位要多加注意 尽量的收敛神师 千万不要触及阵法禁止 焦巴沉声叮嘱道 听着焦巴发号施令般的口气 焦酒的眼中啊闪过了一丝不满 不过也没说什么 七人在城外的僻静处落下 混进了进城的人群 城门口虽然也有化神级别的修士在看守 不过他们自然是看不透 韩丽等人的伪装的 七个人顺利的进城 城内的地面 以宽大的青石板铺就 干净整洁 街道两旁是商铺林立 看起来很是繁华 两条宽阔的大道连通四座城门 将整个城池分成了四个部分 城池中央有一个极大的广场 中央耸立了一座巨大的雕像 城内此刻是人满为患 中央的巨型广场更是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人 各处的街道上也都是一样 起码也有数百万人 此刻所有人神色恭敬的朝着广场中央的地支雕像参拜着 整个城池充斥着一股肃穆的气氛 这是 看到城内这般情形 汉立一正 其他的人也都是有些惊讶 但随即都明白了过来 眼前这一幕恐怕正是那所谓的朝圣了 汉立的眼中蓝光一闪朝着周围望去 眉头微皱 城内之人虽多 但大多数都是没有法力的凡人 虽然也有修士 但都是些炼气结蛋的低节修士 城内倒是也有一些身穿雪月蓝袍的修士 但是修为也都不高 跟那些守门之人相仿 都只是元英旗化神旗的层次 连一个炼虚旗的修士也没有 此处看起来并不像是他们要寻找的地方 其他人此刻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脸色微沉 不管如何 我们先将此城好好地探查一遍 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 焦巴如此说道 其他的人文言纷纷点头 略以商议之下 最后决定分散行动 城市的面积太大 众人又不好大规模地动用神识 而且呢 反正所有人都在城内 即便这里有什么敌人埋伏 也来得及彼此接应 商议既定 众人很快就各自分开 韩丽朝着一条街道而行 眼中蓝光闪烁 探查着周围的一切 她的身形此刻变得若有若无 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 街道上的人群都在静静的参拜 独自一人四处行走 确实有些引人注意 她干脆呀 施法隐匿了身形 片刻后 韩丽出现在了街边的一家商铺前 正是一家贩卖典籍的铺子 此刻整个城池都在朝圣 这些商铺虽然在开门迎客 里边却并没有什么客人 只有一个中年掌柜守在店内 韩丽的身形一晃飞了进去 片刻之后又走了出来 她接下来没有再多耽搁 认真探查起城池各处 这座红月城面积不小 足足花了小半日的功夫 七人才将整个城池的各处探查了一遍 在城内的一处僻静之地聚集到了一起 可惜啊 众人都没有任何异常的发现 这红月城似乎只是一个寻常的大城 没有任何的特异之处 看来这里不是红月岛的老巢所在 既如此我们也不用再继续再次浪费 焦巴道友稍等一下 这地下有些古怪 焦巴开口还没说完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焦巴的话 却是那焦二十五 他此刻呀 半蹲在地上 身上散发出一圈圈的肉眼可见的黄色波纹 没入到了地下 焦二十五 地下可有什么发现 焦巴的目光一息 盲问道 各位可以感应一下 此处下方百丈之处 将二十五站了起来 如此说道 众人听闻此话 纷纷放出神石 朝着地下扫去 很快眼睛都是一亮 此处的地下深处 赫然有一片地下空洞 面积颇大 显然是人为建造而成 还好你细心哪 否则 咱们可要错过这么一处可疑的地点了 焦巴的眼睛瞇了瞇 口中称赞道 哪里哪里 在下修炼的功法特殊而已 所以对地下的情况感知 略为灵敏一些而已 焦二十五谦逊一笑 走 去那地下宫殿看一看 焦巴也没多说什么 当先潜入到了地下 焦巴小队的其他两个成员 也都立刻跟上 焦二十五也随之潜入到了地下 很快地面上就只剩下了 韩力三个人 焦九的脸色呀 显得有些不悦 没有立刻跟随的潜入到地下 焦十六和韩力交换了一下眼神 也站在原地 七个人虽然是一同行动的 但是因为先前的分配 隐隐呢 都各自形成了一个圈子 我们也走吧 焦九沉默一声 身形蓝光一起 也顿入到了地下 韩力和焦十六也施法进入地下 片刻之后来到了那处地下空间 地下空间的面积 极大 方圆起码呀 也有数千丈 地面显得是十分平整 全部都是由暗青色的石板铺就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地下广场的模样 破围空道 似乎许久都没有人来过了 众人眼见此景 都有些面面相聚起来 韩力的目光朝着石室的其他地方望去 鼻子轻轻嗅了嗅 这石室那样水气很重 而且隐隐散发出了一股血腥气 周围环绕着一股很淡的阴寒之气 他蹲了下来 一声轻响 鼻子插进了一块石板 将其生生的给拔了出来 露出了下面的暗红色的地面 不过 这些暗红泥土之上 却是染了一层淡淡的黑色 韩力抓起了一把泥土 看了片刻之后 挥手扔掉了 焦十五 你可是发现了什么 焦十六走了过来问道 那倒没有 只是觉得这间石室 似乎有些诡异啊 雪腥气和阴气环绕 似乎死过不少人 石板下的泥土 石板下的泥土 都几乎变成了阴土 韩力沉默着说道 这里应该是对方 专门处置敌人的地方吗 焦十六如此问道 韩力缓缓地摇了摇头 若要杀人 哪里不可以了 何必要专门带到这地下 还特意地建造一座石室 虽然他的心中 隐隐觉的此事 透露着一股诡异 但一时之间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与此同时 焦八等人也议论纷纷 猜测这个地下空间的用途 倒也不必烦恼 想知道这里为何会有一个地下空间 抓个人过来问一问便知道了 焦九呼的开口 挥手打出了一股黄芒 却是一杆黄色小鸡 一闪目入到了石室的顶端 不见了踪影 红月城广场外围某处 一名身穿雪月蓝袍的 元英七中年修士 正在城内各处巡视 维护着各处的秩序 就在此刻 他脚下的地面黄芒一闪 一只黄色大手闪遍般的探出 抓住了他的双足 猛地朝着地下拉扯而去 中年男子脚下的地面 浮现出了一圈圈的黄色波纹 坚硬的地面 似乎变成了泥水一般 嗖地一声 这个中年男子的身体 瞬间没入到了地下 消失无踪 地面的黄色波纹 也随之消失了 周围的众人都在专心朝圣 没有一个人察觉到 发生了何事 地下广场顶部黄芒一闪 一股黄光笼罩着 那个中年男子 落了下来 扑通一声跌落在了地上 男子看到韩丽等人 脸色一变 不过 急被深周的黄芒禁锢着 动弹不得 也发不出声音 焦九一把抓住了男子的脑袋 掌心黑光大放 化为道道的黑丝 直接没入到了男子的脑袋之中 中年男子脸上的肌肉 直接扭曲 五官中渗出了一股股的鲜血 焦九深情冷漠 掌心的黑丝源源不断的流出 不过就在此刻 中年男子的身体猛的一颤 脑袋里边传出了 砰的一声闷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 爆裂了开来 男子随即眼中神采暗淡 没有了气息 焦九脸色一沉 这人的情况 和当日在天水城 抓的那个合体的修饰 是一样的 神魂都被射下了近日 一旦搜魂触及到了某些记忆 便会自动爆裂 就算是能搜魂 这些园英级别的低节修饰 知道的东西也不会多的 继续留在这里 意义不大的 还是尽快去下一座的红月城吧 焦八剑子略带几分讥讽地说道 说完此话 他身形冲天而起 身旁的三人立刻跟上 哼 我们也走吧 焦九冷横一声 转头对寒丽和焦十六说了一声 三人也冲天而起 一行七人随即 很快就离开了此城 马不停蹄地朝着下一座红月城而去 数日之后 七人来到了一座 被巨大蓝色禁制笼罩的城池前 瀕临着一片巨大的湖泊 说是湖泊 其实此湖是连通海域的 是片规模不小的内陆海 城外是一处连着一处的码头 成百上千的船影进进出出 颇为壮观 此城正是凤州的红月城 说起来呀 这已是他们几日里边造访的 第六座红月城了 结果每一座成都和之前的 兰州红月城一样 虽也有岛民朝圣之举和地下空间 但除此之外呀 没有丝毫异常之处 七人在城外落下 并混进了城池 城内有两条主道连通四个城门 城池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 此时城内同样是人满为患 广场之上 站满了从四周赶过来的朝圣信众 韩丽用明清领目一扫 眼睛微眯 这里跟此前的几座红月城一样 城内根本就没有高阶修饰 恐怕这一次又是白跑一趟 这里也只是一座寻常的城池罢了 娇娃的嘴巴微张 正要说什么 身边清风一起 焦九已经带着韩丽和焦十六朝着城内而去 其眼中冷芒一闪 也不好再说什么 带着急鱼三人朝着另一条路走去 片刻之后啊 焦九三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角落 正准备分头行动之际 焦九突然冲韩丽和焦十六说道 两位道友 城中的任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之人 事后都会得到额外的奖励 这些奖励往往都是非常的丰厚的 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线索 但是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啊 莫要让此好处落在了焦巴他们那些人的头上 韩丽和焦十六听闻此话 先是证了一下 随即朝着焦九一拱手道 多谢道友指点 焦九点了点头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焦十六和韩丽打了个招呼之后 快步朝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走去 一幅是迫不及待的神情 韩丽则是转身朝着另一条街道走去 眼睛朝着两旁的商铺望去 似乎在寻找什么 此刻城内的朝圣似乎快要结束了 不少的人都在城内走动 他也就没有再隐匿身形 现刻之后 韩丽快步走进了街边的一家商铺 赫然也是一家贩卖书籍的铺子 店里规模不小 上下共有四层 第一层的门面有三间房 每一间都有四五账款 里边摆满了书架 因为朝圣的缘故 商铺生意冷清 没有几个顾客 这位客官 您看需要什么点击 看到韩丽进来 一个嘴唇上留着八字胡的肥胖中年男子 笑容满面的迎了上来 看起来是这里的掌柜的 你这里有没有古老的地图啊 或者是关于地理书籍之类的 年代越远越好 韩丽朝着店内的书架看了一眼 说道 有是有 不过年代都不是很久远 肥胖中年人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立刻便恢复 从容的说道 虽然只是一闪而逝的异色 却是自然逃不过韩丽的眼睛 他心中一动 双眸中浮现出了一层金光 肥胖中年人呆呆地看着韩丽的眼睛 神情立刻变得呆滞起来 将你们这里最古老的地图和地理点击拿出来 韩丽淡淡地说道 是 肥胖中年人木讷地回道 转身朝这里边走去 韩丽迈步跟上 片刻之后 他走出了商铺 手中翻看着一本棕色封面的书册 书枝啊 似乎是某种瘦皮 看起来极为古老 果然 韩丽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兴奋的身材 喃喃自语 小半日后 一行七人再次聚集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在这座城池 他们仍然是没有丝毫的发现 地下空间依旧是空空如也 也没有丝毫的线索 这公书皇到底藏哪儿去了 难道要我们这几名真仙 在这岛上一直这么找下去 焦巴手下的一名忍不住抱怨道 不用急 公书红虽然躲起来了 但这里可是他的老巢啊 红月城只有二十几座 我们一一的找过去 总是能发现一些线索的 接下来去藏州的红月城 焦巴说着便要转身离开 焦巴道友等一下 关于那红月岛主的所在 我这里可能找到了一些线索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却是寒历 听完此话 众人顿时一惊 紧接着朝着韩丽望去 当真 是何线索啊 焦九心中一喜 连忙问道 韩丽屈指一点 一片水光浮现而出 凝聚成了一面水镜 上面浮现出了一幅图案 诸位请看 韩丽说道 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在了水镜上 上面是一幅岛屿的地图 和焦巴先前给众人看的那幅 红月岛的地图啊 是大同小异 只是更加详细了几分 这地图不是焦巴道友 先前补充过的那幅地图吗 我们早就看过了呀 焦二十五哼了一声 有些不屑的说道 其他人的眼中啊 也是纷纷浮现出了疑惑之色 就在此时 两声轻疑之声传出 却是来自于焦巴和焦酒